另外农地也能够变黄金地 这是三十多岁的薛明才 他原本是工人 却因为不仅其没头脑 他干脆返乡 替他的老父亲来种田 没想到因此而找到事业第二春 他把废弃农地整治之后 出租给民众 那变成开心农场 每十平年租金是收三千块钱 目前已经有上百人成租 让他从收入不稳 变成年赚五十万的开心农夫 想要租下一块地 就能自己种菜自己吃 我们把那个檳榔园全部产掉 来做这个农地 出租农地来种菜 仔细介绍农地 他是开心农场的主人薛明才 两年前还是个工人 不仅其没工作 干脆返乡替老父亲种田 让废弃农地变黄金地 也让自己年赚五十万 那时候在工地工作并不稳定 然后回来这个的话 收入也算蛮稳定的 一个月三万块起跳应该有 我把它称呼开心农场 沈太太口中的开心农场 位在新北市雾来的半山腰 占地五千坪 目前已经有上百人成租 向沈太太租下的方形土地 大约十坪 一年租金三千元 大陆妹 田A 橘距 罗曼 还有鹿角A 这可以吃几顿啊 看您家几个人 所以你都会来这边体验对不对 对啊 这我种的啊 我今天是大丰收啊 满满两栏菜全都自己DIY 这让记着手一样忍不住夏天来种菜 晃到底然后一手抓住固定住 然后另外一手把土剥下去 小小菜苗一株费用大约三到四块钱 每一种菜生长期不同 大约一到两个月就能收成 那多久它才可以吃 大概两个半月 才可以吃 对 来住地的还有不少家长 带着小孩体验 怎么收获要先怎么摘 三 二 一 开始 八 九 十 一 时间到 你偷彩一个 你偷彩一个 偷彩一个不算 田里除了种菜 更成了很多家庭另类的省钱休闲数 少量然后多种 对对的 然后每一次啊 回去做菜都会换不同的口味 就很棒啊 高级主管的 那他们在上面做办公室 也说很烦很烈 那来这边的时候觉得说放开 不景气逆转胜 薛大哥不只替自己赚到薪水 赚到朋友 还让更多人 从这块疗愈性农地 找回健康快乐 东森财经信物 壮行吴志明 新北市报道